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我是赛艇队长 这个今天是平安夜啊 明日就圣诞节了 在这儿呢 就先祝循迹的小伙伴 圣诞快乐 关于这个这个节日啊 就是公司里边有同事 给我讲过说他的传奇经历 说他在那个留学的时候 先跟一个那个俄罗斯的同学说 Merry Christmas 很兴奋 Merry Christmas 然后那俄罗斯哥们一脸茫然 说我们圣诞节不是今天呢 他后来这又跟以色列同学说这么一句 就是人没搭理他直接走了 然后那个我说这事啊 这以色列人没打你就不错了 是吧 他们哪能过圣诞节呀 这耶稣在他们那那是什么圣啊 是吧 这今天呢 咱就借着这个话茬 咱唠唠这个圣诞节到底是咋回事 这个事吧 最早得从这个犹太教说起 犹太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了 公元前两千年他们就已经产生 当时的这个其他民族啊 都信奉多神教 是吧 早上起来有黎明之神 晚上睡觉有目光之神 半夜上厕所有企业神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私人定制一个 但是这犹太教不一样 这犹太教只有一个神 这一专多能 是吧 这犹太人今天能这么团结 也跟他们信仰里边就这一个神有关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这犹太教呢 也一直在发展 但是规模不大 因为这个犹太教啊 就是怎么说呢 用这个咱们东北话讲 这叫格陕 他们只对这个犹太人传教 不传给其他民族 后来在公元元年左右 一个叫耶稣的年轻人说改良了犹太教 他就说啊 说神不只保护犹太人 也罩着其他人 只要你把神当大哥 这神就能给你平事 你想这个说法跟这个传统的犹太教偏差很大呀 所以耶稣改良的这个教啊 就从犹太教里边分出来 也就是今天的基督教 耶稣这么做 在当时人眼里这属于离经叛道 这犹太人就不待见他 给他打小报告 上报给这个罗马统治说 上报给罗马统治说他是这个怪力乱神 罗马是个法治社会 不能说说判死刑就判死刑 那得层层审批 但是耶稣呢 在犹太地区引起的这个民愤呢 太大了 罗马统治者他为了平民愿 没经过什么这个司法程序 就把耶稣给处死了 直到今天这犹太教仍然不承认耶稣 所以呀 这个当着以色列人 你就别提什么圣诞快乐了 你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叛徒出生了 这有什么和快乐呢 是吧 那耶稣虽然死了 但他的思想却传了下来 他的这个弟子圣保罗 把基督教发扬光大 圣保罗也是一个犹太人 他有一个巨大的这个传教优势 就是罗马公民权 他是罗马公民 这罗马公民呢 有两大法宝 第一是全国免签 只要是罗马的统治区 他就能随意走动 第二个是免死金牌 只要不犯叛国罪 那就他就不可能被判死刑 有了这俩法宝 这圣保罗传教就方便多了 是吧 这基督教呢 也在他的称头下得以迅速发展 到了公元313年 罗马帝国皇帝 君士坦宁一世 签署了米兰赤令 宣布基督教合法 有了法律保障 后来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的国教 并发展成世界宗教 这个时候信徒啊 为了纪念耶稣 设立了圣诞节 但是人们不知道说 耶稣到底是几号出生的 当时也没有身份证 也没有户口本 没法查 就把罗马的太阳神节 也就是每年的12月25号 定名为圣诞节 说到这儿 有人就可能想问 那俄罗斯可是承认耶稣的 他们为啥不过圣诞节 他们没不过 他们也过 但不是12月25号 而是1月7号 这个呀 就跟东正教和他们的历法有关了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基督教也随着政治 而逐渐产生了裂痕 终于在公元1045年 基督教彻底分裂为公教和正教 公教是指圣座 设在梵蒂冈的罗马公教 因为他们管上帝叫天主 所以公教又叫天主教 正教是指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 因为东罗马帝国地处传统罗马的东边 所以他们信仰的正教也被人叫做东正教 那天主教有教皇 身在梵蒂冈 东正教不承认说有统一的教皇 而是在各个教区都有大牧手 相当于宗教领袖 天主教和东正教自从决裂了之后 就谁也不理谁 一直到2016年天主教教皇和东正教大牧手 见面这才说是宣布和解 俄罗斯的圣诞节1月7号 这也和基督教的分裂有关系 当时罗马人使用的是儒略力 这是凯撒根据埃及的立法而设立的 但是不太精确 到了1582年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 改革了这个立法 设立了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阳历 也叫格里高历历 当时基督教已经分裂 所以这东正教教徒呢 我拒绝使用这个阳历 这个格里高历历 而是继续使用儒略力 正因如此 这个东正教的圣诞节 它会是1月7号 其实这个日子也是跟春节一样 就是它会不断变化的 但至少是我们活着的时候 它不会变 因为从这个儒略力的立法来看 从1901年到2099年 东正教的圣诞节全是1月7号 说到圣诞节 咱们就不能不提圣诞老人 这现在很多那个西方小孩 在长大之后都会问父母这个问题 这圣诞老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父母有时候也解释不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反正我小时候 也是这么问我爸妈的 圣诞老人到底有没有啊 但是这个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 圣诞老人是有原型的 这是一位土耳其的基督徒 姓尼古拉斯 叫什么不太清楚 他可能叫尼古拉斯凯奇 也可能叫尼古拉斯赵四 他特别喜欢说 做好事 接济穷人 还喜欢孩子 特别喜欢给小孩发礼物 基督徒教一看 哎 这尼古拉斯大好人呢 那咱得宣传宣传他 是吧 好让这个别人都看着 咱这个基督教的力量 让更多的人说来信教 他们就把这尼古拉斯封成圣人 叫圣尼古拉斯 还把每年的12月6号定成圣尼古拉斯节 像今天荷兰的一些地方 还过这个节日呢 就有人专门在大街上 扮成这个圣尼古拉斯 然后去给小孩发礼物 尼古拉斯的故事 就跟着这个节日 越传越广 越传越邪乎 这故事传到北欧以后啊 人们就发现说 哎 这尼古拉斯啊 跟那个北欧神话里边 那奥丁挺像的 是吧 都喜欢这承恶扬善 也都喜欢街际穷人 那这奥丁是一什么形象呢 奥丁他有一个大胡子 他还会飞天 所以呢 人们就想当然的 给尼古拉斯也加上了这个形象 和这个技能 当然这个时候 尼古拉斯和圣诞节 还是不搭边的 他能挤进圣诞节呀 纯粹是因为那些基督徒 生活太不检点了 每年这个 基督徒都是说 借着这个 给耶稣过生日的名义 酗酒 狂欢 行苟且之事 教会觉着我这么搞 太丢人了 就把圣尼古拉斯节 和圣诞节 合二为一 那些不太高雅的活动呢 也都被禁止了 取而代之的是说 就是给孩子们发礼物 自此 这个又黄又暴力的圣诞节 变成了一个充满温馨的节日 圣尼古拉斯也有了圣诞老人的这个名号 还有很多画家凭借想象力 设计出了各种圣诞老人的形象 是吧 有这个穿着绿衣服赶大车的 有着穿着红衣服推独路车的 还有这个穿着蓝衣服被大骂带的 就跟这个佛教里边那个 牵手观音送死观音一样 是吧 什么形象都有 那咱们今天看见就是说 商场里边那些个皮红袍的圣诞老人 这个形象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 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 说想搞圣诞节大营销 就把这个圣诞老人的形象 设计成和这个可口可乐一样的 一身红 这一不小心 他就红了快100年 好了 今天关于圣诞节的节目 咱们就聊这么多 喜欢我节目的话 大家可以在寻记讲堂APP 或youtube上订阅寻记万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